因为周子瑜事件成为全民公敌的黄安 上个月才嚣张在微博放话 说2月3号要来台湾开记者会替自己澄清 但如今时间到了却完全不见踪影 黄安人到底在哪里 1月29号传出黄安早就抵达台湾 还在新竹打卡 后来黄安本人在微博爆粗口痛斥 本帅犯了什么法何须偷偷默默的回家 义正言辞似乎没在怕 但事实上黄安可能担心回台被报复 传出买两张机票故意放烟雾弹 可能从杭州飞逃机 也有可能在下午一点降落高雄小港机场 除了掩人耳目 黄安也向白狼张安热寻求保护 28号还在微博po文 称赞白狼是台湾最有guts的男人 真诚的感谢张总裁力挺我 为我发声 也为我回台湾之事操碎了心 字字句句投入自己要回台过年 而台湾网友也准备好替黄安接机 网友发起遍地开花找黄安 自发信到机场守候 还有人贴出一整然鸡蛋罩 扬言砸鸡蛋 连挂国旗的保姆车都准备好 虽然这些照片经过查证 都不是现场照片 不过相比之前的张狂 黄安转趋低调 态度龟缩了许多 可能还是有在怕 记者贤家好陈一宁 特别报道